汪小飞这次赴韩之行 虽然商业合作的成功与否尚无法预料 但他所取得的成果却已远远超出了预期 在这趟旅程中 汪小飞不仅在商业层面有所收获 更在公众舆论上取得了显著的变化 尤其在韩国娱乐圈 关于汪小飞的风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让许多人都感到惊讶 此前 韩国娱乐圈的舆论一直倾向于支持剧俊业 对汪小飞的评价并不乐观 但自从汪小飞此次赴韩之后 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韩瑜开始用财阀这个称呼来指代汪小飞 这无疑显示出 他在韩国娱乐圈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网友们对此纷纷调侃 虽然用财阀来形容汪小飞可能有些夸张 但这恰恰说明了汪小飞如今在韩国娱乐圈的地位 已经不容忽视 更值得一提的是 韩瑜开始从多个方面对汪小飞和剧俊业进行对比 并对大S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首先从年龄和颜值上看 按照常理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选择伴侣时都会倾向于年轻且颜值出众的人 然而 大S却偏偏选择了年龄更大 且颜值并不出众的剧俊业 这一选择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其次 从资产和能力方面来看 汪小飞显然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她不仅拥有雄厚的资产 而且之前也愿意为大S付出很多 如果大S没有与汪小飞离婚 以汪小飞对她的宠爱程度 如今她很可能已经拥有了麻六计的大部分股份 此外 汪小飞在商业领域的成就也让人刮目相看 她能够把餐厅做成跨国买卖 这足以证明她的能力和实力 相比之下 剧俊业的事业就显得相形见出了 她不仅被批评为吃软饭 而且在从韩语转到台语的过程中 明显是在走下坡路 最后 从性格方面来看 汪小飞在韩国的言行举止 展现出了她的学识和修养 她彬彬有礼 丝毫不像是台语所传的那样性格恶劣 而韩美也透露 实际上剧俊业在韩瑜的风评也并不好 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吃药问题 另一方面是因为 韩瑜很多人都知道她在大S还没离婚时 就与她有了交往 这显然说明了她的人品存在问题 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来看 韩瑜普遍认为 汪小飞在年龄 颜值 资产能力 脾气性格等方面都全方位优于俱俊业 因此 他们对大S抛弃汪小飞而选择俱俊业的决定 感到十分不解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汪小飞在韩国娱乐圈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S的选择 关于汪小飞此次富韩以及韩瑜风评转变的事件 网友们的评论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网友评论 调侃与幽默 部分网友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他们可能会利用汪小飞的某些行为或言论进行冷笑话创作 将娱乐圈的八卦转化为轻松的笑量 质疑与批评 有网友对汪小飞的行为表示质疑和批评 他们可能认为汪小飞此次富韩的行为是为了炒作或者故意引起公众关注 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放下与大阿斯的过去 而是试图通过高调展示新恋情来转移注意力 支持与肯定 一些网友对汪小飞表示支持和肯定 他们认为汪小飞在韩国娱乐圈展现出的学识 修养和商业能力值得赞赏 认为他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能够重新站起来 展现出了坚强的个性 关注家庭纷争 一些网友对汪小飞与大阿斯的家庭纷争表示关注 他们可能会就孩子的抚养问题 财产纠纷等方面进行讨论 认为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娱乐圈的八卦 也涉及到家庭 责任和道德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文化差异与对比 部分网友注意到了韩国娱乐圈和台湾娱乐圈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评价 他们可能会就文化差异、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讨论 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娱乐圈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综上所述 网友们对于汪小飞此次富含及含于风评转变的事件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这些评论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于娱乐圈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也体现了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和自由性 部分评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倾向 因此在理解和解读这些评论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从多个角度来看待汪小飞此次富含及含于风评的转变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首先 从商业角度来看 汪小飞的富含之行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 无论最终商业合作是否达成 它都已经成功地吸引了韩国娱乐圈和媒体的关注 为自己和相关企业赢得了曝光度 这种曝光度不仅可能带来直接的商业机会 还可能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 其次 从舆论角度来看 汪小飞的风评转变显示出了舆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韩国娱乐圈的舆论风向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支持剧军业转向对汪小飞的肯定 这记说明了公众对于娱乐圈事件的看法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也体现了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者 从个人角度来看 汪小飞的风评转变对她个人形象和声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之前她在台语的风评可能并不理想 但此次赴韩后 她展现出的学识 修养和商业能力赢得了韩国娱乐圈和媒体的认可 这种认可不仅有助于提升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还可能为她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 从文化角度来看 此次事件也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娱乐圈事件的看法存在差异 韩国娱乐圈对于汪小飞和聚俊叶的对比和评价 可能受到其本土文化 价值观和审美观念的影响 而台湾娱乐圈和公众对于此事的看法也可能有所不同 这种文化差异使得同一事件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舆论反响 最后 从社会角度来看 此次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娱乐圈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讨论 大S的选择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人们开始质疑他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 同时 这也提醒了娱乐圈的从业人员和公众 要时刻保持对道德底线的坚守 避免因个人行为而损害整个行业的形象 综上所述 汪小飞此次富含及含于风评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事件 它涉及到商业、舆论、个人、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从不同角度来看待此事 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启示 随着汪小飞此次富含及含于风评转变的事件 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 网友们的评论和观点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调侃与幽默到质疑与批评 再到支持与肯定 每一种声音都反映了公众对于娱乐圈八卦事件的关注和态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娱乐圈的每一个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而汪小飞此次的事件无疑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之一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即体现了公众对于明星私生活的浓厚兴趣 也反映了人们对于道德 价值观和家庭责任的深度思考 然而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娱乐圈的八卦事件往往只是表面现象 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复杂 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因此 在关注和讨论这些事件时 我们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不盲目跟风 不轻易下结论 最后 希望娱乐圈的从业人员能够以此为鉴 时刻坚守道德底线 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同时 也希望公众能够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方式 看待娱乐圈的八卦事件 毕竟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而不是无休止的争议和指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